你 继人 你就不信我斗不过你 王海是我的 公司也是我的 谁也别想挪走他们 你站住 有完没完不要当我工作 你就说这包是不是梁俊送的 我见他背过肯定是他送的 有完没完 这是我的办公室 我现在请你从这给我滚出去 我 你 你要我 这什么东西你快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你来公司早什么乱 你跟着李洁人闹什么 还嫌我一天烂事不够多是不是 他是梁静的眼线 你查查手机 他肯定有问题 告 你这样让我在公司很难堪啊 你这么护着他 你俩是不是有一腿 不说话就是承认了呗 不说话就是承认了呗 你过了一趟 把手机拿出来 凭什么 你告诉我凭什么 让你拿就拿吧 反正什么都没做又怕什么呢 王海你他妈混蛋 我每天 起早贪黑地跟你卖命 跟你擦屁股 你就为了一只野鸡 你就该怀疑我 坐下 老娘不干了 你自己搞定那些烂账了 你们这对狗男女 不会有好下场 满意了吧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不动手打你 就是对你最大的包容 立刻马上滚蛋 这次让你丢了工作 真的很抱歉 跟你没关系 我是受不了那鸟气 那样的混蛋老板 不跟也罢 不过话说回来 你那个表面实在是 也太嚣张了吧 你怎么受得了他呢 这样换我 分分钟被他掐死了可 这张卡足够弥补你这段时间 找工作的损失 这怎么好意思 对了 公司账户又没钱了 欠供供商的钱 拖不下去了 再还不上款就要被断货了 行 知道了 再见 走了 宋老板 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愚蠢 你可以自己去验证 太会说了 怎么回事 他是谁 你们在干什么 你怎么来了 回家回家回家 你朋友 马上解决 你拽我干吗 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 他到底是谁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这是我重要的客户 你现在立刻回家行不行 公批客户 他就是个野鸡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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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我喊了喊 他咋个人 我打他了 美女 糟了 别 你干什么呢 兜货 他打我 顾总 这是个误会 疯了是吗 请你们吃饭打我老婆 误会 你管好你老婆 别让他到处够引男人 帮你把嘴闭着 顾总 这确实是个误会 改天我登门向您道歉好不好 别生气 没有 还想合作是吗 没闻的 顾总 顾 走了 走了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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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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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 她不懂事 您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们 你大人有大量给我看看 王好 太让我失望了 自己女人管不住想管公司 这批货但凡出一点问题 弄死你 放心吧 顾总 绝不会出问题的 您放心 王海 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王海 你别走 你为什么帮别人打我 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 我告诉你 我受够你了 我们分手吧 你在说什么 闭嘴 我告诉你啊 我说得很清楚了 咱俩分手 别再跟着我了 我求求你了 又是你个贱人搞的鬼 是我 谁让你蠢 你真的以为小三能上位吗 到头来 还不是被甩的下场 我劝你还是替你肚子里的孩子想一想 别像他妈一样 你初生就没有妈了 我绝不会收给你的 我会 我会 宋总 不是刚给您顶了辆车吗 再宽限半个月 不是一辆破车能值几个钱呀 你再交不上没款 我立刻给你罗户 您把我货断了 那钱不是更给不了您了吗 卡哥 我就给你三天的时间 就三天 张经理 你怎么不吃啊 我想起那天 我被电视台录取的时候 咱们一起在这儿庆祝 然后一起喝到天亮 很喜欢那时候的自己 乐观 自信 充满活力 还很迷人 可我把最好的时光 都浪费在一个渣男身上 还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怨妇 可是你在我心里面 一直都没变 还是那个消杂 帅气的境界 我要找回当年那个自己 老婆 你在哪儿 我跟朋友在外面吃饭呢 快回来吧 想你了 一会儿就回去 怎么还不回去啊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你放心吧 我会记住我们的约定 你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啊 拜拜 老公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我承认我误会你了 但是你也不能骗我呀 回信息 你打算这么一直跟我冷战下去是吗 好 谁怕谁 你打算这么一直跟我冷战下去是吗 你打算这么一直跟我冷战下去是吗